我喜欢的女孩谈了个人渣男友 她赌博烂交家暴 可她坚信她是个好男人 她厌烦我 为她出头骂我挑拨离间 说我让她恶心 后来我不再爱她了 她却疯了一样求我回头 柳如烟又被她那个人渣男友打了 她来跟我哭诉的时候 我录着袖子说去找梅纪博算账 她拦住我不要 她只是喝酒了一时冲动而已 我既心疼又恨铁不成钢 她这是第几次对你动手了 你还替她说话 柳如烟哭得梨花带雨 拨梗出的掐痕特别明显 但是她没喝醉的时候 真的对我很好啊 你看我手上这个手链 是她特意买给我的生日礼物 她还给我做饭呢 我看向那个手链 抖音商城爆款九块九 包油劣质的要命 而所谓的做饭 不过就是泡面里加了一颗鸡蛋 我不懂 柳如烟家境优渥 从小锦衣玉士长大 她爸妈给了她全部的爱 给她最好的精英教育 就连我这些年都全心全意地对她好 生怕她受一点点委屈 可她竟然能被一个义无是处 得混混给迷得理智全无 我真的想骂醒她 一个不值钱的手串 一顿毫无诚意的泡面 就是对你好了如烟 你醒醒吧 那个人渣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她辩解那是你不了解她 她又不像我们 她从小父母离异 生活条件艰苦 但她对我的心是真的 她有个狗屁真心那种烂人 根本就不配被人爱 柳如烟神色愈怒 显然对我骂她男友很不满 这时她手机响了来电 显示正是没记驳 柳如烟像变脸一样 立刻转换成一副温柔神色 老公 电话那头语气很不好 柳如烟又去找你那个舔狗了 老公你别生气 我来找一腾成取个东西 我这就走 柳如烟不顾我的挽留 急急起身就要离开 这时她妈来了身后 还跟着两个人柳如烟有些懵 妈她妈板着脸 她反应过来转身怒视我 一腾成你竟然给我妈告状 没办法我的话她怎么都不听 我只好把她妈请来了 她妈看到她脖子上的伤 脸色大便立声道 是你那个男朋友干的对吧 看我不报警抓她 柳如烟急哭了 就差给她妈跪下了 妈我求求你别报警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动的 跟记博没关系 从今天起你给我回家住 给你的那套房子 我要收回 妈我不要回家 但她妈可不是好说话的 态度强硬地让人把她给带走了 柳如烟走后 我憋住一口恶气 开车去找梅记博 找到她的时候 她正在路边的烧烤摊 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 我一把揪住她一领质问道 去你妈的 你怎么还敢对她动手 你究竟是不是个男人 梅记博被我抓着 毫不在意 吊耳郎当的样子 让人怒火更盛 她很欠扁地说动手 你说的动手是什么 是这样吗 她把手机对到我鼻尖 点开一段视频 我呼吸一致 心脏好像被人生生弯下了一块 视频里柳如烟跪趴在地上 一头长发被人粗暴地扯着 头颅高高扬起 眼神迷离 声音随着晃动的身体 支离破碎 梅记博凝笑着拍了拍 看到了吗 她就爱被我这样动手 她在你眼里是女神 在我这里只是条发情的母狗 哈哈哈哈 她那群混混朋友 跟着一起大笑 我要气炸了 想也不想对她狠狠挥拳 梅记博微微一闭我的拳头 擦到了她鼻子 看我动手 她那些小弟蜂拥而上 我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落了下风 只能躺地上抱着头 任由她们殴打 梅记博忽然咳嗽 殴打停止了 记博怎么回事 你怎么流鼻血了 居然是柳如烟 连她妈都没能看得住她 梅记博擦着鼻血 阴阳怪气地说 你的田狗说要打死我 为你出气呢 柳如烟手忙脚乱地 找纸巾给她止血 弄完之后 才有空注意我 蜷缩在地上起不来 可是她没有任何 要扶我的意思 她搂着梅记博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到底还要我说多少次 我跟记博之间 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 我不是小孩子了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 都要来干涉我的感情生活 梅记博咬着柳如烟耳朵 她是故意在我面前 和柳如烟 做出这种亲热的姿态 宝贝这已经是她第三次 来找我的麻烦了吧 我真的很烦 死也不知道 我鼻子是不是骨折了 好疼啊 柳如烟柔声哄着梅记博说 马上带她去医院检查 再看向我表情 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一腾成 你除了会挑拨离间 你还会干什么 你以为自己是我什么人 你这种没有边界 和分寸感的关心 让我恶心 梅记博勾起嘴角 听到了吗 我女朋友说 你恶心快滚远一点 梅记博搂着柳如烟 转身还不忘回头 对我做口行 她是母狗 我的愤怒到了顶点 猛地起身冲过去 死死掐住梅记博的脖子 脑子就一个念头 今天我要揍死这壁玩意儿 柳如烟惊呼大叫 搬不动我胳膊 竟然毫不犹豫 抄起手边一瓶啤酒 狠狠抡在我头上 晕过去之前 脑海里响起个声音 结束了 醒来是在医院 我爸妈和柳如烟 爸妈都在 大哥大嫂一腾成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打死那个不孝女 我妈心疼我说出的话 难免有些怨对 这些年一腾成 对你们家柳如烟怎么样 你们应该也看在眼里了 那是掏心掏肺的好 连我跟他爸都比不上 我真的不明白 多大的仇恨 才会对他下这种死守 说实话 如果他不是你们的女儿 我是绝对要报警追究的 我爸倾壳一声 我妈才不愤住嘴 柳如烟他爸 羞的头都快抬不起来了 大哥嫂子说的对 都是柳如烟的错 出事后 这死丫头就跟着那个混混跑了 我跟他妈的电话 他也不接 你们放心 等我找到他以后 一定马上把他带过来 让他给腾成跪下认错 柳叔叔不用了 以后我不会跟柳如烟 再有任何瓜葛 他道不道歉都不重要 众人看向我一时都难以置信 不怪他们不相信 我跟柳如烟 从小青梅竹马 他像我的太阳一样 是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可以无条件包容 他所有的任性和错误 在周围人眼里 我跟任何人断绝关系 是真的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认识他二十年 爱了他十年 但是好像突然 被人按下了删除键 感情全都消失了 我现在想起柳如烟 心底没有任何波动 和一个陌生人毫无区别 长辈们面面相去 都没有说话 他们都以为 我是不是脑子还没清醒 吓得我妈 把医生又叫过来 给我细细检查 出院那天 柳如烟他爸 真的把他带来了 他被他爸 扯着不情不愿地 站在我面前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 没良心没担当的女儿 还不给伊藤诚 道歉赔罪 柳如烟眼眶和鼻尖红红的 显然刚刚哭过 若是从前这副模样 一定会让心疼不已 可现在 我内心没有任何感觉 我静静看着他 无论如何 他的确是欠我一个道歉 没想到他却耿着脖子 降嘴道 如果不是我拦着 那受伤的就是纪博了 他爸快被气疯了 狠狠呵斥他 什么纪博 别跟我提那个流氓 你道不道歉 不道歉 我打断你的腿 我默默摇头 柳如烟他还是执迷不悟啊 柳叔叔我说过 不用这样的 随后我转头对我妈说 妈我们走吧 我不再看柳如烟一眼 静止走了出去 他爸试图喊住我 我没回头 我听到柳如烟 在嘟囔抱怨 你看吧 我就说没必要嘛 一腾成 他根本就不会怪我 从小到大 他因为哪件事怪过我 是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怪过柳如烟 不管他做了 多么过分的事情 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 就算哪天柳如烟 用刀捅了我 我都会先担心 血会不会弄脏他的手 只是我跟我妈还没走远 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巴掌声 回头就看到柳如烟 捂着脸哭 爸你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 没出息的女儿 我跟你说 你要是还不赶紧 跟他的混混分了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好 我没出息 那你干脆 就别认我这个女儿好了 柳如烟大哭着 从我身边跑走了 当天他就搬去 跟梅继伯同居了 他爸妈被气得不轻 直呼家门 不幸他家里 又是一顿鸡飞狗跳 不过这一切 都跟我没关系了 从前想着 要在国内陪柳如烟 就搁置了我的留学计划 现在我要重新开始规划了 就在我全身心投入 兴致勃勃地准备着 留学的各种手续时 某天柳如烟 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开口就要跟我借三十万 一腾成我爸 把我所有的卡都停了 我现在身无分文 你必须帮我 他很理直气壮啊 三十万我当然可以拿得出来 但是我为什么要借给他呢 我淡淡道 你不是跟你男朋友住一起了吗 让他养你呗 柳如烟还没听出 我语气里的疏离 认真跟我解释 纪伯在赌场被人骗了十万 我打算帮他还清 然后我要把他这屋子 重新装修一下 真的太旧了 我住得实在是不舒服 被人骗了十万狗屁 不就是赌博赌输了吗 也就柳如烟这个恋爱脑 才会相信没纪伯的鬼话 我一口回去了他不行 我没办法给你借钱 柳如烟无比吃惊 你的卡也被停了 我觉得好笑 我话都说这个份上 他还听不出来我的意思 也是我曾经那么珍视他 爱护他 他怎么可能会觉得 我有一天会不再爱他了呢 在他心里 我一腾成会永远在他身后 扮演着一个 卑微如沉的舔狗角色 随传随道 于取于求 我是说我并不是你的什么人 这钱我不想给你借 回应我的事一阵沉默 好半赏 柳如烟突然冷笑了一声 行啊一腾成 学会赌气了是吧 好很好 那就看看咱俩谁更硬气呗 电话被挂了 我太了解他在想什么了 我都是这样做的 只是这次他要失望了 我去申请签证的时候 跟一个姑娘撞了个正招 两个人手里的资料掉了一地 我赶紧一边道歉 一边蹲下去捡 意外发现 他居然要跟我去读同一所大学 我有些惊喜地抬头 你也去这所学校 这时我才看清楚 他的长相呆愣了一瞬 这姑娘长得真美 柳如烟已经很好看了 但他一点也不比柳如烟逊色 他也看到了我的资料 浅浅一笑 两个小小的梨窝 在嘴角若蜜若现 是啊真巧 他叫沈青秋 竟然跟我还是同一所大学 只是比我第一届 我乐了原来是学妹啊 沈青秋性格开朗 我俩说起母校 竟然忍不住聊了许多 正好到了饭点 沈青秋主动说要请我吃饭 难得跟学长 碰到一起吃个饭总可以吧 以后我们可是要去同一所学校 倒还希望学长多多照应 我说应该的 我来请你爸 他选了家日料店 我们把车停好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身后熟悉的嗓音响起 我有些无语冤家路窄啊 纪博我好久没吃日料了 今天中午吃日料吧 宝宝日料死贵死贵的 吃那个不划算 可是一个人也就几百块啊 听话咱先不吃 你让你爸妈把你卡恢复了 你想吃一百顿我都没意见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后避难 柳如烟和梅纪博 就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 我一回头他们也注意到了我 梅纪博先是扫了我一眼 随即看到我身边的沈青秋 眼睛一亮 都是男人 他那握手心思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不动声色 挡在沈青秋面前 柳如烟却脱口道 沈青秋身旁的人 微微一笑柳如烟学姐 我懵了你们认识沈青秋 笑着跟我解释 我跟柳如烟学姐 曾经都在舞蹈社当然认识 舞蹈社 大学时候柳如烟 每次社团的表演 我都会去看 我对沈青秋 竟然没什么印象 但是转念一想 只要有柳如烟在的场合 我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他身上 别人当然注意不到了 柳如烟撅起嘴 沉倒一腾城 你这么多天不理我 还在生我的气 我懒得跟他多说 态度就有些敷衍 就是忙没事的话 就不说了 我们还要吃饭 这个我们自然是 指我和沈青秋 柳如烟脸色立刻不对了 再看向沈青秋的眼神 忽然就带了几分不悦 你说实话 你最近忽然这么反常 是不是因为他 我服了他了 他是真不把上次 给我脑袋开瓢的事情 放在心上啊 就算我曾经心甘情愿 当你柳如烟的舔狗 可舔狗的命也是命 柳如烟我不理你 只是因为我倦了 跟别人没关系 柳如烟一听 更急眼了倦了 一腾成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爱柳如烟 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柳如烟 你说你现在烦我了 我深知他的性格 胡闹起来 不管不顾的 所以示意沈青秋 赶紧一起进去 没想到柳如烟 直接拉住沈青秋袖子 不许走 你俩给我说清楚 一腾成 你现在连三十万都不借给我 又跟我这种说话态度 到底什么意思 沈青秋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沈青秋还没怎么样 我先无地自容了 从前对柳如烟 有青梅竹马的滤镜 他做什么我都不觉得过分 可今天一看 简直蠢蠢有病 柳如烟 有病就跟你那个 没用的垃圾男友回家去 别出来丢人现眼 柳如烟被我一吼 彻底愣住了 他大大的眼睛里 满是难以置信 旋即涌上未来 他是很难接受 因为这是我俩认识 这么多年以来 我第一次对他说重话 他瞪着眼睛 饱含愿意和怒气 你为了一个外人吼我 一腾成 你居然为了一个别的女人吼我 梅继博终于舍得 暂时把色眯眯的眼睛 从沈青秋身上挪开 你他妈骂谁垃圾呢 就骂你 眼看我跟梅继博之间 又开始剑拔弩张 沈青秋突然轻笑一声 几个人的注意力 都被他吸引了过去 沈青秋声音柔柔的 女朋友想吃个日料 都不能满足 怎么说都不能算个 合格的男朋友吧 不得不说 他这句话杀伤力很足 梅继博这种流氓 居然仗红了脸 气疯了 他柳眉倒数 插着腰大骂 你知道个屁 我男朋友怎么样 轮得到你来说吗 沈青秋 你是不是一直嫉妒我啊 先是勾引伊腾城 挑拨我跟他的关系 再然后羞辱我男朋友 你怎么这么贱难 他满嘴脏话 漂亮的五官 因为生气而显得扭曲可憎 我突然很不明白 曾经到底喜欢他什么 柳如烟声音越来越大 丝毫不在意 路边已经有人开始围观了 我男朋友他现在是没钱 但那又怎么样 这不代表 啪 把掌抽在他脸上 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柳如烟一个猎切 狼狈的跌坐在地 梅继伯指着他怒道 你给我闭嘴 谁说老子没钱的 柳如烟捂着脸 连哭都忘了 正正地看向梅继伯 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梅继伯第一次 在没喝酒 清醒的状态下打他 还是当众打他 这次他连为他开脱的理由 都没有了 跟你站一起 真给老子丢人 梅继伯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完全不理会 还坐在地上的柳如烟 柳如烟咬着牙 看梅继伯走远 泪水绝滴 我拉着沈青秋 转身就进了饭店 不好意思啊 不管怎么说 因为我 平白无故 让他挨了一顿骂 柳如烟他 跟我的确是青梅竹马 但是我们俩之间 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学长 沈青秋打断我 柳如烟学姐 他喜欢你吗 我差点被自己口水给呛着 怎么可能 他喜欢的是他那个人渣男友 喜欢到能不顾一切 喜欢到为了他 能对我下死手 沈青秋轻笑 可是他看到我跟你在一起 不管出于什么心理 明显吃醋了 嗯 吃醋 为了我 我还想反驳 他又道 好了 我们不说他了 快吃饭吧 不说也好 否则我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聊我跟柳如烟之间的事情 让我没想到的是 出来后 柳如烟竟然还在门口 他看到我急忙起身 沈青秋见状 主动先说 学长 那我就先走了 老实讲 这姑娘情商真不赖 我对她说了声抱歉 也好 趁着这次 那就跟柳如烟一次说亲吧 沈青秋走后 柳如烟搂着我胳膊腰 伊藤成 他眼眶红红的 声音滴滴软软 就好像曾经无数次不开心了 受委屈了 被他爸妈训斥了 来找我寻求安慰一样 反正我会一直为他敞开怀抱 只可惜 物是人非 那个爱了柳如烟十年的伊藤成 已经没了 柳如烟在我冷漠的注视下 开始不安 伊藤成 我知道你只是还在生气 气我不听你的话 气我为了梅纪博打你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这次 换我先低头 我跟你道歉 柳如烟向我服软 还真是大姑娘做花叫 头一回啊 我默默甩开她的手 她哭着道 我承认 那天我是下手太重了 我只是看到你拼命一样掐着梅纪博 实在太害怕了 什么都没多想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你别不理我好吗 呜呜呜 梅纪博这样对我 现在你也这么对我 我真的感觉天要塌了 从前梅纪博打他的时候 还有我这里可以得到温暖和安抚 现在我不提供了 他又觉得缺了什么什么 我纠正他 我跟你男朋友不一样 你俩这回无论是闹个半天一天的矛盾 还是玩SM游戏 我都管不着 但是呢 我以后 是绝对不会再干热脸贴冷屁股的事了 听我这么说 柳如烟慌了 伊藤诚 你别这样 这样的你 让我觉得好陌生 你忘了 你说过会永远守护我的 我是说过 可是你也说了 你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 我让你厌烦 我挑拨离间 我让你恶心 不 那只是我的气话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别这样好吗 我摇头 拒绝得很干脆 柳如烟态度突然坚决起来 我刚刚已经想到明白了 我跟梅纪博的确不合适 就像你说的 他根本一点也不尊重我 我再也不会为他的恶行找借口了 我再也不会理他了 我无动于衷 不好意思 你前科累累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啊 柳如烟看我不信 当我的面给梅纪博打电话 梅纪博 你他妈就是个人渣败类 打女人的垃圾 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的屌丝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咱俩结束了 你去死吧 说完 他就利落挂了电话 我放在他那里的东西 今天我就让人搬走 我会回家去住 再也不见梅纪博了 一腾成 我听你的话 从今天起 我会离他远远的 那我们俩还跟以前一样好不好 我看着柳如烟 又疑惑了 从前梅纪博打他 比这次严重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 可我费尽口舌 跟他讲东讲西 他都舍不得说梅纪博一句坏话 更别说分手了 现在我不管他了 他竟然态度180度大转弯 鬼使神差的 我想起沈青秋刚刚的话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他吃醋了 我撇撇嘴 不可能 舔了十年都得不到他喜欢 现在不舔了 怎么可能会突然喜欢我呢 顶多 也就是柳如烟的战友欲作罪罢了 毕竟我这个级别的霍花使者 他早就默认是永远会护着他 宠着他的一个存在 我淡淡道 如果你们真的分了 那我恭喜你远离了人渣 但是咱俩呢 以后就还是做个普通朋友吧 柳如烟猛的一震 再说不出一个字 说完我就走了 柳如烟这次还真是下定决心了 他回家乖乖跟他爸妈认了错 然后又删掉了朋友圈里 和梅纪博的所有合照 发表了单身宣言 宣言的最后还加了一句 有些爱情可能是错误的 但从小到大的情谊绝对是最真的 我会重新把属于我的找回来 因为他本来就属于我 泽泽 戏似乎有点多 柳如烟感性 三天两头不分白天黑夜的给我发小作文 回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我实在烦得很 直接拉黑了他 我生日那天 沈青秋给我打电话 学长 生日快乐 我有些意外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签证的时候 我看到了 哦 哈哈 谢谢你 今天有安排吗 我如实说没有 那正好 上次本来说我请你吃饭 结果让你破费了 这次给个机会吧 受醒 我想说不用 没想到沈青秋很坚持 一会儿说女孩子的邀请不能拒绝 一会儿说未来留学还得我多多照应 我只好答应了他 说实话 我可能从没跟柳如烟以外的女生畅聊过 沈青秋像一个多年的老友 跟他聊天不会有任何尴尬的时候 我们聊哲学 聊音乐 聊游戏 聊小时候都被狗追过的悲惨经历 反正不管聊什么 他好像都特别懂我 好多次我都忍不住开怀大笑 自从柳如烟一年前跟梅基博好上 我都没怎么开心过 不知不觉 竟然就过了四五个小时 晚上送他回家的时候 我很真诚地跟他说谢谢 他神神秘秘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巴掌大 包装精美的礼物 学长 送你的 但是你先别拆 回家再看 我笑着硬了 到家的时候 穿着我衬衣的柳如烟正卧在沙发里看电视 吓得我一个机灵 你回来了 人家等你好久了 他自如熟人 我一整个无语 柳如烟一直知道我的门锁密码 我家里他可以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他第一次被梅基博打了以后 来我这里哭了半宿 我记得我当时简直恨不得杀了他的渣男 当晚就去找梅基博狠狠打了一架 结果第二天大早 我还在医院包扎的时候 他就被梅基博一个电话叫回去了 甚至没跟我说一声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自己为了他拼命的样子像个傻逼 柳如烟跑到餐桌那里 雀跃到当当当当生日蛋糕 祝我的骑士伊藤成 25岁生日快乐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骑士是他对我的称呼 他说过自己是公主 我永远都要做守护公主的骑士 柳如烟不知道是没看到 还是假装看不到我无奈不悦的神情 大声招呼我快点过去 人家恶着肚子一直等你呢 快来啊 我放下沈青秋给我的礼物 站在门口玄关的阴影里没动 柳如烟 我们之间不可能像从前了 你的骑士 他要走了 柳如烟恍若未闻 找出打火机点蜡烛 蜡烛点好了 快来吹蜡烛许愿了 他背对着我 我看不到表情 我又说了一次 你真的没必要这样子 前一秒似乎还很开心的柳如烟 骤然发痕 把打火机重重摔在地上 你够了 够了 他猛的转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是满脸泪水 他宣泄一般 把心底的话 对着我一股脑全喊了出来 一腾成 我是谈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我是没有及时听你的话 可我也不好受啊 一边是我男朋友 一边是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 你说我要怎么办 你如果还记恨着我打你的话 那大不了你也打我一次好了 你打我 就当我还你了行吗 我不明白 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你根本舍不得冷着我 晾着我 对我说重话 甚至还把我当一个陌生人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 他歇斯底里 最后放声大哭 我叹了口气 对不起 但是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柳如烟止住了哭 眼里脆满恶意 你整个下午都不在家 就是跟沈青秋出去了是不是 他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故意找他来刺激我 我不相信你会喜欢他 他除了脸好看点 还有拿点比得上我 我开始头疼 实在没精力再应付他了 下了逐颗令 这是我的私事 没有必要跟你汇报 现在我要休息了 你走吧 柳如烟连连点头 又开始胡言乱语 我懂了 你再报复我 我找了梅纪博 你一直都不乐意 现在你就找一个沈青秋 用同样的方式报复我 对不对 我又无语了 他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一腾成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 你要是还这副冷冰冰的样子 咱俩这辈子都别再说话了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好吗 说来说去 原来一直都是他在给我机会 我笑了笑 这机会我不需要了 谢谢 柳如烟被我气得语色 最后没办法 甩手走了 走到门口他忽然又停下 一腾成 你在摆什么谱 你总看不上梅纪博 但是他至少给我认错的时候 都是真心的 他现在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道歉 给我寄礼物哄我开心 可你呢 从前口口声声 说会一直宠我疼我的你呢 你觉得我跟梅纪博 不会有好结果是吗 那咱们走着瞧 我偏要跟他复合 给你 给我爸妈 给你们所有人 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你嫌他没出息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男朋友 狠狠打你的脸 柳如烟这么一闹 沈青秋送给我的礼物 被我放在玄关处的架子上忘了拆 但是他还真说到做到 果然跟梅纪博复合了 又跟他爸妈大吵一架 然后从家里搬了出去 气得他妈的心脏病又犯了 我不理解 但我大为震撼 随他去吧 临近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跟沈青秋联系多了起来 我们打电话 从出国的事情 聊着聊着 聊到了大学 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有段时间差点抑郁来着 不会吧 你这么漂亮的女生 应该很自信开朗才对啊 走路带风 鼻孔看人 不服气啊 老娘最美 扑他被我逗乐了 忽然转换话题 我给你的礼物还没拆吧 啊 该死 忘了 不过他怎么知道的 但是他却不说话了 笑嘻嘻地跟我到了晚安 我正要去拆礼物 我妈又给我来电话了 因为我家跟柳如烟家 在同一个别墅区 离得近了 有些消息 你想不知道都难 更何况这是一个 超级劲爆的消息 柳如烟怀孕了 柳如烟带着他那个人渣男友 大刺刺地回家了 听我妈意思 两个人是想借着肚里的孩子 逼他爸妈妥协 要么接受梅纪博 要么恢复柳如烟的信用卡 柳如烟他爸妈 本就因为女儿和混混私奔的事情 丢进了脸面 哪能想到 现在两个人竟然仗着弄出了孩子 直接上门胁迫来了 柳如烟他爸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被这两个人威胁 当场就说要打死梅纪博 柳如烟挺身挡在梅纪博面前 还嚷嚷着 你们再不喜欢他 他也是我孩子的爸爸 你要打 把我们一家三口都打死算了 他爸终究还是没下得去手 怒吼着让两个人滚 柳如烟走之前 还想要户口本来着 说要去领证 绝不能让孩子出生后 没名没分 他妈当场哭得快绝过去 最后他爸让保姆用扫把 直接把人砍出去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直叹息 柳如烟这闺女 小时候看着那么乖那么懂事 这长大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那个混混男朋友 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现在未婚先孕 你叔叔阿姨的脸 真的被丢光了 我沉默 或许在柳如烟心中 梅纪博就是偶像剧里 玩世不恭 桀骜不驯的男主角 两个人一定要冲破世俗阻碍 排除万难 最终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其实我可以接受他不爱我 去爱别人 但是他却在最美好的年华 为了一个人渣 和父母断绝关系 乱送自己的未来 成天只知道飙车兜风 喝酒吹牛 在一个小房子里 给男人当保姆 现在竟然还怀了孩子 被我妈这个电话一打岔 沈清秋的礼物 我又忘了 距离出国没几天了 我妈到我这里 一边帮我收拾行李 一边唐僧念经 哎 本来就因为柳如烟那丫头 这么大了 连个恋爱都没谈过 现在老大不小了 还出国念书 你说你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领个儿媳妇回来啊 我抱着手机刷视频不理她 下一秒 沈清秋的视频打过来了 我跑进卧室 不忘关好门 学长 我想去北交那边办点事 但我的车今天限号 你可以当我一天的司机吗 我俩现在相处已经随意的多 我微微一笑 乐意直至 我在京大医院 刚刚看了个朋友 你直接来这里接我吧 好 刚挂了电话 转头就发现我妈促侠的冲我笑 臭小子 跟谁视频呢 我无奈 一个校友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怎么不敲门啊 赵女士 偷听可不是个体面的行为 我就刚进来没多久 而且我敲了地啊 你自己没听到怪得着我吗 行了行了 说正经的 这女孩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做什么工作 多大了 我被我妈磨得没办法 只能跟她如实交代 我妈听得频频点头 我出门前 她又给我下达命令 这女孩行 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我 呃 好吧 我不装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到了医院 站在大厅等沈青秋的时候 身后忽然嘈杂起来 几个医护推着一辆急救床往前冲 人群都急忙把路让开 医护交接时在喊 患者运四个月 下身大出血 必须马上安排手术 此时我刚好看清楚躺在床上的人 是柳如烟 柳如烟脸色煞白 因为痛苦而紧闭双眼 我心里一惊 她怎么会大出血 梅基博怎么没陪着她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已经被推进手术室急救了 学长 你看什么呢 一回头 沈青秋来了 她听我说了柳如烟的事情 脸色也凝重起来 那你快点通知她爸妈吧 我点头 这种时候非同而戏 没有家属在可不行 可怜柳如烟她爸妈 还没从女儿上次怀孕逼迫的事情中缓过来 又被一记中创 两个人在手术室外红着眼 看上去苍老了十岁都不止 手术中途 医生拿着病危通知书让家属签字 他爸还能隐忍着签字 他妈直接嚎啕大哭 天杀的梅纪博 把我女儿害她了 我扶着她不让她跌倒 她紧紧抓着我 一腾成 如烟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啊 你这样的好孩子 一定舍不得让她受这么多苦 不会让她走到这一步啊 我无言以对 因为柳如烟失血过多 手术结束时间还不确定 我便让沈青秋先回去 细心的她 先给我们买了水和饭才离开 不知道等了几个小时 当医生出来宣布 柳如烟已经脱离危险 众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 她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柳如烟她爸妈并不惋惜 他们巴不得没有这个孩子 柳如烟醒来以后 不知道是不是她那点 可怜的自尊心作祟 刚开始死活都不说话 后来她妈哭着逼她 她才说明了原委 果然 又是梅纪博那个人渣 从前柳如烟有钱给她花的时候 她还知道装装样子 现在柳如烟没钱了 她就彻底露出真面目 成天不是喝酒就是赌博 甚至每天都跟不同的女人私混 柳如烟挺着肚子 每天买菜做饭干家务 梅纪博还不给钱 今早两个人吵了起来 梅纪博又发很动手 全然不顾她还怀着孩子 她下身出血后 梅纪博竟然一走了之 柳如烟忍痛自己叫了救护车 她说完这些 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一腾成 我错了 我当初不应该不听你的 梅纪博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混蛋 她妈边听边哭 到最后已经成了个累人 如烟 我跟你爸年纪大了 真的经不起下的 回家吧 好吗 别再跟我们对着干了 她爸恨得咬牙 我绝对不会饶了那个魂球 柳如烟博只是看着我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跟梅纪博在一起 从开头就是个错误 我以为自己是不一样的 我以为我可以改变她 可她这样的人渣败类 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 一腾成 你当初跟我说的都是对的 柳如烟越说越激动 哭得不能自已 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个梦 梦到我们小时候玩过家家 我是新娘 你是新郎 你说会永远保护我 让我开心 让我快乐 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怎么会忘 但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叹口气 你先好好休息 别想这些了 不 柳如烟见我要走 激动的就要坐起来 急得她爸妈赶紧把人按住 一腾成 你别走 我怕你走了以后 就再也不回头了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了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 我再也不会因为别人骂你打你了 我求求你别走 柳如烟哭的声音实在太大 引来了护士 病人刚做完手术 家属注意一下 不要让她太激动了 我只好道 我们先不说这些 等你出院了再说 一腾成 你别走 以后换我守护你 换我来关心你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别扔下我 柳如烟甚至想下床来追我 我赶紧溜了出来 出来后意外发现沈青秋竟然在门口站着 青秋 你什么时候来的 没多久 学姐她怎么样了 我摇头 你应该也听到了 她沉默了 好一会儿好像才鼓起勇气 学长 我两天就是出国的日子了 那你还去吗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迟疑和担忧 不禁失效 笨蛋 你怎么会这么问 当然去啊 沈青秋听了我的话 有些紧绷的肩膀顿时放松了下来 随即她扬怒 学长 你干嘛我说是笨蛋啊 我看你才笨呢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你一定到现在还没看吧 哦 她不说我差点又忘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 一个小小的水晶球 沈青秋眼睛一亮 原来你拆了呀 是啊 我说呢 我后来怎么也找不到我的水晶球 原来跑你那里去了 那你自己忘了 不关我的事 是的 我想起来了 这个礼物 是我曾经亲手送给沈青秋的 现在又被她送还给我 是20岁的一腾城 送给了19岁的沈青秋 我那段时间特别消沉 感觉自己已经有了抑郁倾向 每天都要躲在图书馆后头 哭几个小时 正好我喜欢在图书馆后头背单词 连这几天都被你吵到不行 我就造了 我真想不通 一个好好的大学生 有什么是值得天天哭的 哼 学长 所以你本来是打算找我算账吗 那怎么叫算账呢 我后来不是一直开解你了吗 你还说自己哭得太丑 让我别看你 所以我才对你没印象 你开解人的话真不敢恭维 但是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那句 你说 找到你的太阳 或许生活里就不会有阴霾了 你还把这个东西丢给我 说送我了 交换条件是 以后不许吵到你被单词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神奇的命运 竟然在五年前 就把我和沈青秋联系在一起了 我以为自己会永远在感情里饱受搓磨 原来 命运她不曾亏待我 听我妈说 柳如烟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静养就行了 而梅记博那个人渣 又出来刷存在感了 他竟然还有脸 拿着柳如烟的小视频来威胁他 说不给他五十万 就把视频从网上散播出去 柳如烟他爸正准备收拾他呢 自己就撞枪口上来了 报警 起诉 赔偿 坐牢 一条龙套餐送给了他 人渣进去之前 还喊着要见柳如烟 当然 这都是后来我出国以后发生的事了 我跟沈青秋走的那天 柳如烟竟然追到了机场 他妈痛心疾首 这死丫头 说要是不来 就从楼上跳下去 我跟他爸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柳如烟身体还未恢复 脸色苍白 瘦小的身体 裹在有些宽大的风衣里 我想跟一腾成单独说会话 我妈没办法 用眼神示意我看好柳如烟 千万别刺激他 沈青秋 善解人意地点点头 真的要走了 嗯 如果我说 我也可以陪你去留学 以后所有的日子里 你做什么我都可以陪着你 我们能不能 不能 柳如烟瞬间破防 泪珠大滴大滴地掉 柳如烟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我们都向前看吧 柳如烟捂着嘴 指示摇头 我知道她是真的后悔了 她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 可是现在 我要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 去迎接新的人生了 曾经的爱是真的 现在不爱也是真的 她也应该有自己的新人生才对 安检前的最后一刻 柳如烟还是很激动 扯着我胳膊不让我走 沈青秋说让她试试 很神奇 两个人只说了几分钟 柳如烟就不哭了 只是正正地望着我发呆 我在飞机上问沈青秋 到底跟柳如烟说了什么 她笑 保密 沈青秋翻外 19岁的时候 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只可惜 她喜欢的是另一个女孩 听说他们青梅竹马 我不服气 女孩在舞蹈社 我也加入了舞蹈社 这样我可以有很多机会见到她 然后我悲哀的发现 她真的很爱她 我是一个连她眼都入不了的路人罢了 我藏起这份感情 却忍不住一直关注她的动态 毕业了 我还是用尽一切方法 打听她的现状 当我听说她打算一个人去A国留学 我欣喜若狂 五年了 我还是没有放下她 我决定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辞了职 申请了跟她同样的大学 我等在签证处 故意跟她撞在一起 或许 命运的齿轮 从那个水晶球的故事就开始转动了 半个巴掌大的水晶球 里面却藏了整个太阳系 万千璀璨的星辰 都见证着地球对太阳不离不弃 曾经她是她的太阳 她是我的太阳 我以为自己永远没有机会了 原来命运她并不曾亏待于我 在机场 我对柳如烟说 你爱一腾城吗 柳如烟虽然虚弱 看着我时仍旧敌意满满 当然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一个外人懂什么 你到底是爱着 一直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感觉 还是真爱她这个人 她要反驳 我没给她机会 大三的时候 一腾城打篮球挽了腿 你却因为她不能陪你去外地看演唱会 一个礼拜不理她 毕业的时候 一腾城想带你一起出国留学 你不想去 也拖着一直不让她去 你恋爱了 你明知道她看着你跟别人温爱会难受 还是天天刺激她 甚至在她为你出头的时候 让她遍体鳞伤 她有胃病 喝了冷了的豆浆会拉肚子 她偶尔会头痛 换季的时候 她嗓子会发炎 这些你都知道吗 你口口声声你们青梅竹马 你真的关心过她吗 在意过这些吗 你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这些吗 她把你当公主 可在我看来 你只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 眼里永远只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公主病 柳如烟看向一腾城 愣住了 我言尽于此 飞机上一腾城问我和柳如烟说了什么 我没告诉她 没必要了 对不对 万米高空美景尽收眼底 我和一腾城十指相扣 耳机里传来艾维尔甜哭的嗓音 柳如烟 你出局了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